夏日狂欢盛典呢 已然开启了 那么随着我们空头一起降临的 不仅仅是刚刚的这些惊喜 还有我们的空头外援 对和平精英品牌代言的王一国呢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也会加入到我们前方的战场当中 与我们的微博战队一起并肩作战 那下面有请微博战队登场 有请 有请NV腾讯视频战队和空头外援 不仅仅断轩 有请Pinkai和空头外援 郑凡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战第一记者LINKY 现在正在微博的备战期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野猫 哈喽 野猫 其实一看到你我就想到了一个梗 野猫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 当然今天也算是你作为这个职业选手来到那么大的舞台上来打比赛 而且我们的队友还是王一博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紧张 除了紧张还有其他的吗 希望今天能正常发挥 然后跟王一博老师一起携手司机 没有问题 相信你的实力啊 当然现在我是 也要来采访一下我身旁的王一博 哈喽 王一博 之前你的ID是关于发背镜系列的 那么这一次的ID还会是关于发背镜吗 因为那个名字被别人用了就只能换这个名字了 那可不可以小小的扣露一下这次的名字是什么呢 我一般用四倍镜 哦 用四倍镜会打出怎样的一个成绩和表现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加油好吗 好 我们接下来采访一下 比赛成绩里面的 而且呢 今天是电竞模式 对 也就是说没有辅助瞄准的 就要看平时我们的明星大咖们在私底下 在和平精英里到底下了多少功夫了 而现在王一博选手 他脸上也表现出来了淡定的表情 我觉得 花花确实是跟着鼠这种可爱的动物啊 颇有渊源 是的 另一边 韦一博战队还在往断层飘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记得昨天 王一博在发布新歌的时候有一句歌词 沙漠掀开风暴 耳边风在呼啸 而我们在游戏当中 如何亲切地听到王一博的声音呢 为孟一博燃爆镜下 王一博2021超级杯电竞专属语音包 现已在游戏内上线 马上解锁与王一博并肩作战吧 不瞒你说啊 这个王一博选手的专属语音包 我已经购买了 男生 是的 是的 屏幕当中 微博gaming的一般我用四倍镜选手 现在还是在他们的常规跳点 断层进行着搜索 刚才也提到了 云包现在已正式在游戏内上线 马上解锁与王一博并肩作战 来了 这里现在的物资 还是有一点点小匮乏 身上只有一个一级甲 还是要进行一个充分的转移 抢好点为最优先级 是的 那就我们目前而说吧 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嘛 我们看到的 像现在微博的战队 还在进行一个圈边的转移 前年已经有人观察了 而野猫这里带着王一博选手 想要去拿一些更多的视野 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观察位置了 利用幸福村周围的这个很高的陨石坑的遗迹 去进行探点 对了 毕竟也是只剩两名选手 而且下一个圈形依然是比较偏向的南部 是的 看到了王一博选手在扫马路里面 马路用的SMG 王一博选手啊 他现在用的是全新瞄准进行了一番扫射 是的 这代表他这一局肯定是还没捡到四倍镜 还在等待一个机会 不过现在他们不在圈里啊 野猫 野猫你要知道身上戴着的 可是我们的和平金品牌代言人 你现在的车技啊 也是至关的重要 我觉得他们是 今天呢 刘宪华已经是转移到了一个 圈形偏北部的位置 尸城在靠北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是的 购买PSC充能礼包 可免费获得王一博电竞专属语音包 我们和平金非常的照顾玩家与选手们 总会在一些特殊的活动开启的时候有着很大量的优惠 那我起步是贵了 我是原价买的 烟雾过后找到了一处石头躲避 而体坛这一边 刚刚结束了一场大战 微博gaming 一般我用四倍镜 王一博来了 来了 想要发起一个冲锋 因为ST刚刚打过架 现在是一个吊人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反向再绕 再看 还在观察 非常的谨慎 其实现在跟他们刚才的车队部署有一些变化 刚才是野猫作为后军 前方有两辆车分别探点 这个时候野猫的担子也更大了 野猫这里想要从低点往高眼去直接打吗 第三人称 确实是野猫比较擅长的领域 而这个时候 这个反坡一过去 来到了石头处 也是有着野猫架枪的一处绝佳点位 是的 野猫跟王一博各丢了一颗手榴弹 看一下 厕所里面是已经排过的 没有人了 手雷是在我们和平经当中 以不战而驱人之兵的重要道具 是的 可以在曲面当中是直觉用到直取伤害 还在观察 这个半坡应该是确信了 人在半坡应该是没有了 不过在上半坡的这样一个路途当中 导师是成功上去了 这感觉 鲍贝尔是灵性的一躲 躲过了野猫的一片扫射 而ST这边也是转移了自己的站点 踩到了更加稳健的巧克力山的位置 是的 而随着STE的撤退呢 微博战队这里是把自己的重心调到了STE的脚下 微博 gaming 三人在前一人在后 导师已经空降了一片火焰在前 现在STE还是有着充足的时间 来了 一波再往上走 距离比较远 但是没有选择先扶起鲍贝尔吗 两支战队现在目前都不在圈里面 而离圈最近的STE现在想要死死地守住微博的进攻 两队护卡 那么show time战队其实更加有一个进圈的先机啊 已经来到电竞模式大概要比大家玩的时候再腾个一倍 是的 现在微博战队面临着脚下体弹的冲击 其实啊可以发现北边的微博 gaming跟老干爹啊 从状况上来讲都并非很好啊 北部的队伍始终在圈形靠难的 脚下的神森森 现在体弹的站位有一点点散了 微笑现在是他们最接近于白圈的点位 有一处防区 Yuki 自然餐的血也被锁定了 是的 一丝丝皮血 哇 最后我们发现这里是一队都不胜了呀 是的 但是好像有一支队伍要往这边绕 架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低点两人 高点两人 而段轩选手也是在架枪能力最强的paraboy保护之下 确实可以发现啊 在远距离模式下 散兵的身边是一处极度安全 还不在圈的微博而言呢 现在我看到北斋已经贴到了天霸的脚下 这个时候我知道 进圈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脸上这一架 我觉得是不得不打了 北斋大拳两名带刀侍卫在前 王一博紧随其后 现在目前而言呢 微博战队只有三名成员了 看一下 大拳在往圈里看信息的时候 被人打残了 被称为顶级突击手的大拳啊 现在可以说是护送在王一博的近侧 另一名指挥北斋呢 悄悄地想要去探寻前往天霸的方向 是的 还在拿圈里的信息 不过目前这里 我发现王一博选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敢 每次都是跟着自己的队友在前面 一步都不落 王一博并非选择了电后 而是跟北斋一块冲向在前方 但是北斋的近点 有人 目前来说他们还不知道 这一颗手雷丢过去 非常的危险 没有命中 但是打倒 两个人都倒地 双方有一个互换 大拳挺在最后方 我们在联赛里面 数据一直非常良好的 万兴突击手大拳 此时此刻身上的压力非常大 他身上肩负着微博的 最后的排名分 一丝一丝的健康值了 大拳这个时候选择反打 大拳只有一丝血来连续的反打 身后的不求人带走了领域 大拳这个外星突击手 又一次在石城的东部创造了奇迹 要知道 不过 伟先还在逼近 偶尔的一颗手雷直接带走了大拳 张德搓了搓自己的手 因为毕竟在自己的老板娘面前 没有发挥好 而刚才啊 FB Gaming整队的表现 绝对也是拥有点亮点 刚才大拳野猫在最后时刻 有着非常非常强韧的反打 我们看到了王一波选手勇敢 每一次想要往前主动开团的时候 他都紧紧地跟在自己的队友身边 我们看到了王一波比利 我们看到了王一波一波旋爱的反我 我们看到了王一波旋爱的反我